7月3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上海参加上海科技大学2021届学生毕业典礼时表示 中国的全病毒灭活疫苗对感染、肺炎、重症的保护率都是有效的 所以放心注射国产疫苗,对德尔塔变异株都有效 用中国的全病毒灭活的疫苗株 它对感染的保护率、对发病的保护率、对肺炎的保护率、对重症的保护率都是有效 所以应该放心的注射国产的疫苗 钟南山在现场谈了对中国新冠防控策略和疫苗研发的体会 他介绍目前中国有71个疫苗正在研发,9个已经可以用了 其中有两个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使用清单 他总结了近期广州应对疫情的经验 包括迅速锁定感染源、精准查清传播链、推出黄马制度、更新密接概念等 本轮疫情,广州市累计报告153例感染者 在广州要是在20几天,假如不认真的进行防控 很精确的追踪的话 我们最终的结果就在20几天将会有730多万人感染 钟南山对现场的毕业生说 他是在1960年大学毕业的 那时候国家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 我们就拿到一个毕业证书,就没别的了 但是今天的你们生逢盛世 不少上海科技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们 听钟南山的演讲后也颇有感触 平易近人的这种感觉 他拉近的和我们这种做科研的同学的这种距离 我觉得是一个让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 钟苑是给我们分享了他很多就在抗疫期间的这样一个经历 那我觉得这个经历对我们这些学生来说 它是一个很具有一个启发性的 一晚没怎么睡好 因为几乎都是在电视上看到的偶像 然后今天能近距离的接触啊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 感谢观看